随着工商企业跟科技的进步 社会需要更多关爱跟正面的力量 为了鼓励大家一起做爱心 打造温暖祥和的社会 2018年11月11号上午 国际狮子会300西万区 联合台中仁美、东兴、北台中、青山狮子会 在台中市北区长青学院前广场 举办一场诗心市集、行动阻碍、爱心意脉活动 活动现场有数百位民众参加 场面相当温馨热闹 活动当中还有精彩的小提琴演奏 跟震撼人心的泰谷演出 国际狮子会300西万区总监林殿上 第16专区主席金成云 也都亲自参加今天的爱心意脉活动 并且分别上台致辞表示 今天的活动当中设置了许多摊位 融合势力第一、抢救饥饿、儿童癌症 跟糖尿病预防、环境保护的五大主轴 活动能够这么圆满成功 非常感谢师友们和社会大众的支持鼓励 狮子会的社会福利理念 需要师友全力配合跟推广 我们主要办的就是落实我们国际总会五大志愿 就是环境的保护 还有势力的筛选 糖尿病的防治 还有防止饥饿、儿童癌症 当然这次由我们总监助理郭学松 是有跟我们16专区主席金成云 来主办,非常感谢我们各界的支持 跟我们各所分会的协办单位 今天来把它完成这次的五大志愿 除了义脉之外呢 我们还有势力筛减、糖尿病筛减 然后再来还有那个老人流感的注射的部分 那其实我们就是针对我们总会的 师职会总会五大主题社府 落实去做一个执行 来做一个贡献社会 然后来服务一个弱势的家庭 为了落实视力第一 保护长者的眼睛跟身体健康 还跟亚洲大学世光学系合作 在活动现场设置免费的视力筛检 糖尿病血糖检测专区 希望可以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另外还有爱心义脉专区 由师友们乐捐各式各样的物资商品 希望筹措更多的公益经费 帮助弱势团体跟家庭 那其实在今天活动里面 除了有这样子的一个低收入户的捐赠以外呢 我们其实在这个今天当下我们做了义脉区 那这个义脉区其实最主要就是配合我们金专区的一个理念 就是在环保的这个地方呢 我们做了很多的努力 我们希望在每一位私有家里面 有一些堪用可用而且很棒的物资 能够跟其他的家人跟民众分享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黄斑部病变 还有白内障等这些年龄层有逐渐下降的情况 所以我们走入社区里面 然后能够跟我们民众之间能够做互动 那我想这是对于我们国人的眼睛健康 跨出很重要的一大步 我们赤子会非常重视这次的活动 也是我们的五大社会之一 我们希望能够这一次的活动 能够让大家更加的认识堂赖病 而且能够筛检出真正的堂赖病 提早治疗提早预防的功能 负责这次活动执行的第16专区主席金成云表示 除了爱心意脉跟议诊活动之外 国际狮子会也根据台中市北区公所提供的50个低收入户名单 捐助爱心物资跟慰问金来照顾这些弱势民众 尤其针对有癌症病童的家庭 也提拨疾难救助金来帮助他们 国际狮子会将来还会持续以人道的精神 推动各种社会服务工作 回馈社会 传播爱心 提升社会的正能量 让世界更加幸福温暖 记者肖又金 杨静 台中报导 共同归并分历 文言